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房企员 麻蛋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产创租税优惠30日协商 面板价跌 冲击偏光摩 未来价格走势 特斯拉在台卖200多辆 香港4000辆 经营部长沈容金一表示 加班工时朝向60小时修改 好的您关心台股 苹果iPhoneX预购情形是优于预期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直接受贿苹果心机效应 第四季营收 渴望再创历史新高 激励今天股价强势上攻 盘中充245元 再创历史新高价 市值也攀至6.35兆元 同步写下排股与个股新记录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苹果传出冲刺iPhoneX产能翻倍计划 经济日报报导 因为iPhoneX全球预购表现超乎预期 苹果已经紧急向台湾苹果供应链 寻求扩大协助供货 几家主要大厂高阶主管近日已先后赴美洽钩 与苹果负责主管共商明年货产与供货计划 南韩三星电子将于周二公布完整的第三季财报 获利预估将创新高 但投资人更加关注三星执行长全武炫 现任后的接班人选 研究指出2030年全球共乘市场规模 预估将成长至目前的八倍 包括日本软体银行及Google母公司Alphabet 正看好共享乘车产业的未来 大力投资Uber和Lift 陆媒称川普仿中前夕 中美正密集协商中时化在美国的能源投资 包括700英里的输油管线及除油厂 将以渴望对美投资超过70亿美元 金台电视这里报导 杨维甫任台电抖坐 杨维甫今天说首要任务就是供电稳定 更多讯息马上回来 业界第一领导品牌 善藤太阳能源热泵热水器 不用瓦斯燃烧 只要从空气中吸取热能 加上少量电力 就能把水加热 用一度电创造四度电的效能 省电节能高达75% 加热同时还能除湿 冷气 滤镜 以及多用 省钱又环保 善用能源疼爱地球 善藤热泵热水器 是您最好的选择 与空气结合 逐渐变黑的独家技术 还原自然发色 本职草本活样 发表着色剂 纯植物配方 重新找回安心生活 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精乳胶 防眉异菌 透气除臭 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您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欢迎回来 国营事业董座玄缺 是陆续敌定 今天经济部举行欢送会 经济部次长杨维甫将担任台电董事长 杨维甫说供电稳定是首要任务 今天下午就任台电公司董事长后 就会脱掉西装与同仁一起打拼 线上鲜花和拥抱 经济部同仁显得相当不舍 因为他们的老长官 经济部次长杨维甫 将结束40年的公职生涯 转任台电担任董事长 今天下午我就职了台电公司的职位之后 我将脱下我的整个西装 跟我们同仁一起打拼 卷起袖子 就一起到第一线去工作 杨维甫长期在水利署工作 两年前晋升经济部常务次长 25年的资历都跟水有关 这回挑下大梁 接掌台电三大主轴目标 包括盘点台电现行任务 维持供电稳定 配合非和家园政策 核电厂的相关的厨艺的工作 应该要开始加坏脚步进行 那目前目标已经非常的明确 我会跟我们同仁一起努力 把这两年的供电人 全力来稳定住 未来邮电一家的这种团结的力量 一定要充分的发挥出来 不光台电动作底定 众友董事长职务悬缺也有进展 传出府院高层点名 台南邦腰角 前国科会副主委 代签接掌 可以一上班就上路 然后就为公司带来 这个生产的竞争力 现年69岁的代签 2003年担任南科管理局长 2007年升国科会副主委 现任南台科大校长 因为发展养压技术文明国际 有养压博士之称 加上行政历练丰富 成为董作人选之一 代签代校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选 我们他是有列入考虑的人选 不过还是要等到行政院决定 核定了以后就会对外公布 65岁的规定 这个部分最主要还是 他的所谓的能力 能力最重要 年龄的部分 我们如果说要那个的话 应该也要去检讨 积极部长沈容金 对这项传闻并未否认 表示终游董作人事命令案 最快11月就会有结果 赖金德上任后 积极冲刺拼经济 国营事业董作人选 就看能否让外界耳目一新 新唐电视胡宗汉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国际重要 财经报纸讯息 同国社 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力 已超越美国 中国债务危机将牵动全球 金融时报 瑞银表示英国脱欧效应明朗化 签名员工签离伦敦计划 或将取消 华街日报 消息来源圈 川普以鼠疫包威尔为下任联种会主席 日本经济新闻 雅虎总营业额增加 但是利润降低 投资网络消费有成长趋势 无毒有机从草团出发 我们带您看到台湾业者 虚实整合打造的农业商机 更多讯息 马上回来 法拉利再造台湾之光 亚洲第一只可身影水龙头 日本精密滤芯 科技环保无毒 除氯除菌除重金属 符合日本饮用水标准 通过LF无清认证 SGS测试合格 荣获专利管中管设计 让您喝到最健康的水 法拉利未雨守护您的健康 2017 Taiwan Startup Gateway preview the newest trend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s get connected with critical resourc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artup info talent exchange and fundraising win industrial partnership opportunities through pitching contests provide necessary assistance for startups to succeed in Taiwan and beyond register immediately for participating in TSG 欢迎回来 现在越来越多民众追求无毒有机 促使不少业者寻求相关作物 与小农合作 南投有一家业者 以无农药残留 作为创业理念 主打网络购物 去年开始也在草团成立假日市集 以虚实通路 推广无毒有机农产品 业者也特别前进南横高山 挖掘台湾罕见的野生绿姜黄 开发出目前全台仅有的绿姜黄粉 我们今天的产颜值观 为满一年它才会呈现这个颜色 那它只要满一年以上 它就是会这个切出的话 它的端面就是这样子 拿着台湾罕见的绿姜黄 却是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吴敏珍 提倡无农药残留的最大宝藏 吴敏珍前进南横高山 找到野生的绿姜黄 生长超过一年的绿姜黄 断面涌如蓝眼泪的色泽 散发快木香气 姜黄素也比一般姜黄高出二三十倍 吴敏珍还开发出目前全台仅有的绿姜黄粉 绿姜黄的部分我取它中间这一块 最原始出长的 那其他的部分就像这样 我拔下来这些 我就是再丢回山区 让它用大自然继续再成长 回归大自然 不要把大自然的生物全部取尽了 以无农药残留为创业理念 吴敏珍从大自然寻找最天然的农作物 像是高雄纳玛夏的栗子南瓜 海中心设的百香果 雾峰芋头等等 与小农合作超过二十种品项 生产履历层层把关 并研发自由品牌在网路贩售 为推广无农药残留的认知与美好 吴敏珍更在南投创办假日市集 提供休闲放松的空间 吴敏珍亲自示范 藉由食材特性做出原汁原味料理 十多道菜色采取吃到饱 自去年九月成立来 已有不少忠实客户 二十多岁哦 感觉很舒服啦 没有什么压力啦 空气很好 菜都没有荣耀的话 我来吃好像很甜那样 口感很好这样 很生而且又是有机的 所以吃了很放心 一看就知道 这个老板很有心 而且要把它耕耘起来 推广出去让大家更普遍 能够接受认识 食宝夫族逛逛市集 还有萨克斯风的悠扬月身相伴 体验慢活 他是强调一个无荣耀 让我们吃了安心 又提倡一个休闲娱乐 那我都一直号召朋友过来这边 那也获得很多朋友的响应跟支持 希望以轻松方式 来帮助这些小农 他们有一个销售的平台 那萨克斯风旗号音乐的话 是好事啊 那我当然就是乐意提供 一处场所 让他们尽情的去挥赏 讲求品味 或许跟吴敏珍的经历有关 曾接触过餐饮 钻痛连锁 室内装潢设计等行业 都做得有声有色 现在吴敏珍全心全意投入 无农药残留领域 提供平台带领人们回到 小时候无农药的饮食生活 提倡让大家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无农药的世界 无农药的蔬果 它的优质在哪里 那回归到我们原始 最早期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的所吃的蔬果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农药存在点 我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 有机无毒的农特产品 把一样一样找出来 无农均业不忘做公益 将所得一半 以捐赠物资的方式 帮助弱势团体 预计用五年推广 假日市集 打响品牌 回归自然 从草屯出发 大家看到明天10月31号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FED会议 主机总处Q3GDP数据公布 台大电跟联发科法收会 以及一例一修修法法案预告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方琪元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